他的这个治疗方面 那么下面要首先给大家带来 我的舒适美学亚科 那么舒适美学亚科这个理念 应该说是一个很新的理念 因为在以前 我觉得在我提出来之前 应该没有人提过 那比如说这几年 可能微创这个理念提的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理念 大家已经完全完全深入了心 现在谁在说 不知道微创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微创是不是方向 如果这么说那个非常非常多 我不可能没有人这么说 但是在微创之后 应该怎么去发展 根本我提出的是舒适美学亚科 那么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可能是我最开始去提的 而且我在前两天的小贺里面 曾经给大家展示过 我做了这样一个标识 是不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 能够认可这个理念 所以我把自己这个理念 固化成一个标识 而且我也卖了一个关子 我说这个标识到底是什么 我会在今天给大家去讲 那么这就是舒适美学亚科 那么简称就是CCP Comfortable, Consumatic, Dentistrait 那么这个标识 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 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感觉 但是我想大家看到第一眼 作为一个中国人 肯定会想到一些东西 肯定会想到一些东西 那么我想可能每一个人的理解 会有自己的理解 但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中国的 一种传统的感觉 回归到一种传统的感觉 同时也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 我觉得我画出这个标识 是我就是回归了我很多很多年 有多少年啊 二十年 二十年是从1994年 我在大学的时间 第一次学习口腔专业的知识的时候 九一年上学 九四年的时候 进入到口腔医院 北大口腔 开始学习口腔医学 进入到口腔医学这个世界 到现在二十年的时间 那么我觉得 我的所有的思想 所有的方法 就像在这一个楼梯下面 一个旋转的楼梯 一遍一遍地旋转 一遍遍地旋转 逐渐地上升 那么上升到今天 我觉得好像达到了 这样一种感觉 舒适的学压色的感觉 那么回归这么多年 所上的台阶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台阶 是1994年到1996年 就是上学的那两年时间 那两年时间 我觉得是一个黄金的道路 就是把我从一个学生 转变成医学生 转变成一个牙克医生 那么那两年 是打算最重要的基础 那么经常会有老师前辈说 就是你本科阶段 在哪上 怎么上的 是不是认真学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时候打算是最坚持的基础 而那时候所学的理念 所学的知识 就叫做经典的知识 就是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 都可以说 也算是经典 经过了很多前辈的验证 认为它是经典理论 那么在1996年的时候 我觉得我学会了修复 可以出来毕业以后 成为一个修复科技医生 那个时候在我的心目当中 修复科 修复学三大要素 其实现在可以认为 这就是整个的口腔 医学或者所有的治疗 所有的医学领域 都可以认为 是这样的三个要素 哪三个基本要素 我们讲很多课里面 都是从这三个要素里面 去提炼出来的 第一个是生物 作为一个医生 作为一个医学生 作为一个医生 要去做的功能 首先考虑的是一个生物体 这口语上学的时候 我得到的理念 是这样得到的 第二个是机械 作为一个修复医生 我做这个东西 必须能让它稳稳地待在这儿 不能掉下来 不能坏掉 这个牙也必须要能结实待住 那么这是一个机械的理念 这是第二个性能 第三个 它也得好看 不能太难看了 这是美学的理念 那么这就是 口腔修复学的三大要素 也可以说口腔医学的三大要素 也可以说是医学的三大要素 那这四大要素里边 哪个更重要 当时我不知道 上学的时候不知道 我从经典理论里边 我只知道都重要 但是在生活当中 我会怎么去觉得 我虽然很天然地觉得 其实机械最重要 从一个经典理论的角度 我会理解为机械最重要 当我从一个学生 变成医学生 给语文做好第二罐的时候 我首先想到 这个罐千万别掉下来 千万能用几年 别过两天拿着罐来找我 所以我会觉得 机械最重要 不管你认不认可 那理念 我觉得在最初 一定是机械最重要的 那么当我们碰到 很多很多牙体修复的事 牙体生存的时候 我们做这个修复的时候 这个理念也没错 首先我们做这个修复 比必须能用 那么所以我实际上说 从几何时 牙关修复 是我们做一个修复和医生 唯一会做的东西 最开始会做的东西 或者说唯一的东西 很多年以前 我们会做过 很多很多的考词官 那么现在回想起 那说做考词官是错吗 那么其实完全也不是错 在那个年代 我们只能用基础考词 我们标白就是纯金属 好一点的 就是基础外面做考词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要去做基础考词 因为它和牙体之间 不能形成一个 完全的真正的干阶 所以它需要有机械部位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 要把所有面都预备到 让它有一个具复 味道又有比较合身 去融入 有足够的高度 那么这就是一个罐 只有罐才能保证 这个机械部位 如果一个考词罐 用在前掩 又想让它好看一点 那么它因为通透性 是有限的 里边有一层金属 所以我们只能 把它预备到足够的厚度 才能保证它的美观性 所以从它的机械部位 和它的美观性的考虑 我们那个时候 在考词的年代 做成惯 是一点错都没有的 我不能说那些年代做错了 没错 那么回顾一下经典理论 给我们的三大要素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否认 在那个年代 机械因素是第一位的 第二位的是生物 第三位的是美学 因为我觉得在2000年以前 至少在我的心里边 我并没有觉得 美跟我有多大的关系 我做的就是给人一颗牙能用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目的 那么在2000年以后 可能随着我的工作经验 丰富了一些 积累的病人量多了一些 有些病人开始找我了 那么有一些更大的病例 我有机会去做了 比如说一些牙齿 它本身你从健康的角度 可以认为它是正常的 没有太大问题 那么想要好看一点 那我就都给你磨小了 都做成惯 在那个年代我就会做好书冠 没有问题全做 做完了以后 确实看起来好看一些了 到现在按现在呢 这个标准去看 也不能说有多好看 但是确实比原来好看多了 那么这样的病例 让我感受到了 做一个修复的一生 除了给人一颗牙以外 能给人一点美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就是美学修复的期望 最开始认识 那我从可以说 从两千年前后开始 感受到了一点美 那么现在我去回顾 我这二十年走过的路 第一个台阶上呢 是从经验修复 走上了美学修复 就是在工作当中认识到美 美很重要 可以做出来 有些人就是为了美 而获得这种改变 那么在美学修复里边 三大要素怎么是考虑的 最开始还没有那么明确 后来越做越多 对美的追求私货 对美的追求越来越高 我们天天都在想 怎么能做得更漂亮一点 怎么能做得更美一点 于是三大要素当中 美变成了第一倍 可能很多以上都是 当你意识到美以后 当你觉得美学修复很好以后 可能不自然的美 就变成了第一位 而在他之后 当然也会考虑生物 也会考虑机械 但一定是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了 有一个阶段 我肯定是这样的 我相信很多医生也是这样的 当然考虑美以后 做出很多东西 也会被很多患者所认可 所以当时给我带来的 除了心理上的一种满足 也有物质上的满足 我跟很多地方都说过 就在北大口腔文质部 我工作这么多年 在2002年和03年的时候 我在北京已经很出名了 那时候出名不是因为 我做的东西多漂亮 而是我多么的能挣钱 在那个年代一个月能挣到各十百千万十万二十五万的人 有吗 应该没有资格 在十多年前 一个月的产量 在二十五万 北大口腔也就我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 那么我觉得美学修工给我带来又有精神的享受 又有物质的享受 我还得到过劳动能手的 当然是有它的大眼儿 我小时正往的叫劳动能手奖 我也得到过这种奖励 那我觉得挺好的 在那个时代觉得挺好 但是在每天这种过程当中 你会感受到好之外的痛苦 会有痛苦 当你把别人家全都磨小了以后 这个过程它痛苦了 它真的很痛苦 我很难让它不痛苦 我只能告诉它美就要有痛苦 就要有代价 那么我每天这么告诉别人 我每天其实也在告诉自己 我做的工作其实是在给别人创造痛苦的工作 我感觉不舒服 所以从03点的时候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最初做这个决定是03点的时候 能不做就不做 我突然不做了 我不做了 全头的大面积活色样 我不再做了 当然不再做以后 我也要去寻找 我到底能干点什么 因为我的工作量发就下来了 我从二度我一下就跌下来了 然后我很多时候的时间 我没什么事可干了 我等一下都被他打他走了 我不干了 那我到底干点什么 所以我再次去寻找一些更好的 我觉得最初最初的微创理念 是从03点开始的 那时候就是一段点花一种理念 我想有没有一些办法 也能带来一些改善 也能带来一些改变 同时床伤小一点 痛苦小一点 我觉得最初给我这种理念 得以实现的是漂白 这么在漂白 这个东西当时我的感觉 并没觉得它有多好 头发能漂 猪手也能漂 那么牙是不是也能漂 那么第一个病例 一个小女孩 一个想要演电影的小女孩 他说他的同学们 牙都比他好 他要做修复 他要把牙做好看 但是这种牙绝对不可能 给他把它抹小 去做 正好在那个时代 我接触了漂白 我有机会碰到了漂白 那么于是我就给他做漂白 那么通过一些这样的病例 我就发现原来漂白 还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尤其对于这种本来牙就还不错的情况 好像叫做锦上添花那种情况 还是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 漂白做锦上添花的工作 我觉得还是不错 于是对于很多这种轻微的颜色缺陷 那种情况 漂白成为我的首选指导形式 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情况 那么漂白到底行还是不行 比如说富丰牙 这是一个富丰牙 我做富丰牙不太多 因为我对它的感觉不好 这是富丰牙数前 颜色大致在二十三左右 漂白以后真白了 真是白了 像白粉笔一样的白 一周以后腹茶略微好了一点 那在我看来 仍然不怎么样 其实我当时就觉得 就是漂白对于雪中送炭的这种能力 本来它的颜色都不好 还想让它 哎呀就通过这种行为就真的变好 根本不可能 比如我能做疼惯的效果 根本没法比 这叫什么效果呀 但是 就是在我对这种效果 特别不满意的前提起下 这种状况之下 我却发现这样的病人 OK 像刚才那个病人 我很不满意 我经常把它当作一个反变点 你就讲说 这个漂白对腐败炎就是这样的 但其实那个病人 OK 完全OK 他就觉得 哎呀这个牙白了 挺不错的 就是变白了 挺好 我就觉得这个病人 什么 每些 每些层次太低了 怎么就这么认识 跟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后来我很好奇 四万素牙行不行 做过几个四万素牙也不行 在我看来完全不行 但是有一天 我突然想给我自己做 这是我自己 因为我的牙也挺黑的 也是四万素牙 你让我去把我的 找谁把我的牙磨小了 去做上罐子 我肯定不可能 绝不可能 那我又想白点 那就坐着漂白试试 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两次 一次不行就要三次 三次以后 还真发现了点变化 从4MV变成了2MV 当然是很不均匀的 很化的一个效果 那么以我做一个 美学修复的医生的观点 这个效果根本就不行 根本就不行 但是这一次纠结的 是因为我变成了病人 我做一个病人 我完全OK 我对于我的牙变成这样 我觉得很高兴 我突然我理解那个病人了 我很高兴 而且我身边的人 我其他除了医生以外 所有其他的朋友 见到我说 哎呀你牙怎么白了 没那么黑了 还挺好的 怎么做的 给我们也做做 很多人是这样问到的 那就是病人都觉得 OK很好 而所有的医生 可以说见到我 当时超白右手的效果 没有几个满意的 没有几个满意的 但挑白也就做成这样 又一次 冲突纠结 医生的患者之间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总存在那种冲突和纠结 大家回想 身边的一些病例啊 一些自己的工作的这种过程 会不会发生 但是我经常看到 我作为一个宰妆的专家 我在这看 然后一些医生都请教 说老师您看我这病例怎么样 怎么怎么做的 哎呀最后做完呢 觉得挺遗憾的 这块还差点 人家还差点 效果不是特别好 这病人倒是挺满意的 我说那病人满意吗 那病人倒是挺满意的 这病人挺满意 还是纠结什么呢 医生跟病人之间 到底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我就 开始想这些问题 零四年的时候 这是一个病例 又给我冲击很大 我那个时候的思想就是 能够减少点床伤 我帮你改变 新量改变 如果我觉得 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那么我觉得 缺陷不太严重的 小天门就这样 这就是这样一个病人 但是我跟他说 您的牙不用太变了 挺好的 过了几个月回来了 变成这个样子了 结果的感觉就是 我不算你最爱有人要想你 所以做一个负责任的医生 应该去学习 学习一些更好的方式 那么后来我就开始学 铁面 我是从零四年开始做铁面 十年前 十年前我不会做 上学没学过 零四年的时候找樊松樊老师 给他口情做铁面做得最好的 最早的一生 同时是我的老师 我的亲老师 赶紧回去做铁面 赶紧回去做铁面 铁面当时并不被广泛认可 十年前完全不被广泛认可 很多人说贴磁关 就是霸磁关的 这这么不行 过几年肯定掉 那么我觉得他很好 磨牙少 病人会舒服 我那个时候就是希望找到这样的方式 所以说我就去学 铁面 我觉得你只要你克服了这个误区 就只要他肯定不行了误区以后 你相信他任何他开始去学 一点都不难 牙体一背 首先比牙冠容易 肯定比牙冠容易 磨牙的面少 能不能带衣度主要靠沾尖 沾尖里面有很多细节 你只要控制住了 其实没什么难的 铁面成功率一点都不必管低 甚至还可能更高 那么这是04年最早做的第一个体验 那么第一个体验的效果 就给我的感受非常好 那么现在太阳不一定的说 多么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当时我真的觉得太好了 因为整个这个过程 病人感觉很舒服 做完以后的效果也非常好 也非常好 那么这样的病例 给我很大的信心 于是以后的时间里面 铁面逐渐地就成为了 我的最重要的舒服形式 能做贴面一定不会走惯 那么07年时候出这本书里面 已经有一些贴面的这种病例 在之后贴面就完成成了 越来越重要的一种修行式 在09年的时候 我觉得我做贴面成熟了 那么同时我觉得我的微创理念成熟了 于是在09年开始 在全国的各大展会 各个学校 向我去讲课的时候 基本上我所讲课的核心就是微创理念 在美学修复中的应用 这是09年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所讲的微创 其实最重要是两点 第一 非修复方式 有没有可能通过不是修复的方式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看来 所有的修复都是有创伤的 虽然我是修复医生 但是我就当然会想 能不能通过不是修复的方法 去完成这个病例 那就是首选 因为修复必须要磨牙 如果一定要做修复 第二点 能不能做贴面 不要做贯 这个就是09年的时候 我所讲的微创 那个时候的理念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觉得 从美学修复发展为微创修复 那么就像从一个房间里面 突然开了一想去开心道门 看到了远方的天空 看到了天空 不是在局限在一个美食的框架里面 而是我看到更远的东西 这是我上的第二次台阶 上到了微创美食这个台阶 而且在微创美食以后 其实已经布局现在修复了 微创不仅仅是修复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么在那个时候 我在想 微创美学这个阶段 是怎么考虑 修复三原则的 那我觉得 可能是一种更均衡的状态 美学当然还是首要考虑 首先考虑 既然你说的是美学 美学就是首要考虑 但是美学不是全部 不是最最重要的 而是均衡地去考虑 机械和生物 三个要素要均衡地去考虑 那么三个要素均衡地去考虑 那么最终的追求目标是什么 最重要我觉得 在那个年代 至少我自己还是在追求 最大的美学改善 我希望能够在最小的 创伤的前提之下 去追求最大的改善 我看到一个病人 我会想 他有什么样的缺陷 我会列出 一二三四五七八十 十六十条缺陷 针对这十条缺陷 我有多少种治疗形式 虽然这些治疗形式当中 我会分别去选择 创伤最小的形式 把你加起来 虽然我给你提供 一个十种治疗的 我告诉你 你应该做这种治疗 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同时创伤最小 这是最微创的方式 09年的时候 我的理念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就是 微创美学 我给你提供一个 我认为是创伤最小的 但是同时能达到 最好的效果 这就是微创美学 那么在当时 我也觉得 有一些病例做得非常好 这是08年做的病例 一直到11年出的书里面 还能用这个病例 一些散在的尖细 起牙齿的长周 方向不是非常理想 做了蜡形设计 做猫卡 然后在猫上面 直接去做牙体育背 这些在现在看来 也都可以说是一种 非常非常标准的 诊断治疗形式 现在如果大家去看 应该怎么做美学设计 怎么做一些诊断和治疗 这也都是一种 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过程 然后做完的修物体 带在口内 可以看到美学效果 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改善 非常漂亮 病人也非常非常的满意 非常好 现在看来也非常好 但是 回过头来再看 我觉得我是在11年以后 突然有一天 感觉到不太对劲 这个病人本来牙就是挺小的 就有间隙 牙肠中有一点闭锁 它所需要做的工作 其实是把牙破大 把牙变凸 我为什么要把牙磨小 虽然说这种牙体预备 比怪已经小很多了 已经属于一个标准的贴面了 而且通过这个美学设计 已经把它的贴面的预备 也已经降到了很低了 但为什么 我不能再爽回一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虽然病人的痛苦很小了 我能不能让它更小一点 能不能让它基本没有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微创预备和无预备的这种理念 是在那个时候逐渐开始产生的 看到自己做的很多 从今认为很好的病例以后 突然有一天觉得 能不能动进一步 那么当然无预备和这种羞乎形式 微创预备的羞乎形式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都在题 也有很多人会把它非常的神秘化 但是我总想破除这种神秘 因为我觉得这一种太好的羞乎形式 我应该让更多人都明白 都去知恼它 都去学习它 去掌握它 不应该建立神秘感 什么时候能做我们预备 我提了两个理念 第一个 外部空间 你只要不预备了 做出羞乎体 就是要把牙加大 就是要把牙加厚 把牙加长加厚 你就是要做这个工作 就是占据牙齿的外部空间 外部有没有空间 它给不给你这个空间 你站上以后病人能不能够接受 你只要考虑清楚这些问题 能够接受有这个空间 就存在了做微创预备 做无预备的这种机会 像这个病人也是很典型的 前几年讲的特别经常会讲到 其实它在空间非常非常处处 你只要做着诊断蜡形 而且我也一直在强调诊断 数字诊 美学诊断 一定是在模型上3D版本的 当然将来如果有数字化的3D设计 是可以的 但是只是两维的 我认为完全不够用 完全不够用 一定是3D版本的 在模型上去做是非常非常简单 在模型上做完 在猫卡回去以后再拿导板一看 到底该不该备牙 如备牙行不行 病人能不能接受 马上就能体会到 那么像这种病人 可以做到很少很少的一倍 就可以完成 那么如果没有这种微创理念 你也许就会把牙又磨得很小 又把不该磨的地方磨到 当然有外部时间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类似缺陷 缺陷到底有多严重 那么可以说 缺陷越小的情况 可以被它的量度越少 缺陷如果明显 就还是要背 有些地方还是要背 那么缺陷分成几种 颜色缺陷 颜色缺陷 如果颜色 既然颜色特别深 你都想通过一种 外部的一种修复体 很薄的修复体 很少的占入外部 你把它改善 没有可能 很难 除非得降低它的要求 你说一个颜色特别深 你啊听过一个预备前面 能把它改善得特别特别漂亮 很难很难 那么如果颜色缺陷没有那么严重 这很有可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缺陷不能太严重 这样的变形 形态 如果一个形态要改变 要改变太大的话也不行 有一些改变 中等种的改变都是可以做到的 太大一定行 算了一个排列 同样的排列轻微的有一场 通过一些微创修复 完全可以满山 但是一场太明显了 它就根本不是修复的适用症 是应该做正绩的 这个不能搞混 还有美学缺陷 如果有叠加 又有颜色问题 又有排列问题 又有形态问题 就会比较困难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随意地去说 可以无预备 可以完全预备 即使你可以达到形态排列改善 那如果修复体的厚度不均一 最后粘出来的效果 也很难被接受 那么理解了这些就会知道 哪些病例可以尽量少抹牙 哪些病例可以不抹牙 有了这种理念以后 其实很多病例可以做到不抹 可以做到很少的抹牙 但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病例 比较质 肠周有一点理所 肠周比是不学调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病人需求就是把盐加长一点 略微加突一点 那么这种牙完全可以做到很少的抹牙 那么如果说一点的抹也可以考虑 但是如果说病人希望颈部不再突出的话 那么颈部可能会稍微抹一点 那么到底行还是不行怎么办 取磨星 作蜡星 毛卡 这些东西才是最实际的设计 你给它在电脑上滑出什么也不管用 只有让它感受到 作蜡以后是什么样 这个作蜡星非常简单 毛卡会是非常非常简单 那么在我非常熟练的情况下 假如今天你给我这个病例 可能我半个小时就可以把这些事全都完成 完成了 病人马上就有个体会 这个体会 大家要注意 第一时间的体会 不一定准确 像这个病人其实很明显 他来的时候就希望颜加长一点 加突一点 真的变成这样 他会觉得 怎么这么长了 这么难受 还需要一个时间 所以因为这样的病人 你可能还需要一个trials now的一个过程 就是让他去带着这类似的小物体 让他去感受 那么给他一个最真实的感受 让他去习惯去体会 让他周围在身边的人同样去习惯去体会 那么也许有一天他就接受了 也许有一天他还不接受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精确的准确的 有把握的美学设计 这是他当时 当时他就说 是不是长 你看他这张视频 可以以为他就是长 影响下层了 影响下层的活动 但是他需不需要调整 他能不能接受 当时是不能确定的 完全不能确定 因为他的下层已经习惯了上牙是短的 上牵牙是短的 当你突然加上 他就会觉得很别扭 那么两周以后 他觉得其实一点都不长 没事 习惯很好 这就是想要的效果 于是在这个状态下 做精确的牙提备 颈部略微 稍微抹出一点牙 切分基本要去动 完成修复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创的一种治疗 令人的创伤痛苦非常非常小 可以说没有 可以说几乎没有 因为颈部还是稍微模拟一点 所以不能说完全没有 是几乎没有 那么在一个很舒适的前提之下 完成的治疗 那么就是因为有了微创的理念 有了无预备的理念 我希望尽量少预备 尽量尽量无预备 那么才达到这样的治疗效果 那么可能很多医生都会问 做无预备天润 需不需要一些特殊的加工形式 需不需要一些特殊的材料 需不需要必须有哪一种材料 去做怎么去做特别特别的吗 我说完全不需要 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材料 不需要任何的加工特殊的加工方式 或者说可以说任何加工形式 任何材料都能做 最传统的无预备 最传统的标准的这个微创天润 就是考试 就是磁粉 直接往上考 当然需要有些特殊的东西 这里边有些金箔 需要趁电单里边 那么这种技术 其实一点都不难 其实一点都不难 我也有兴趣的 现在如果有黑牙 我马上就能考出来 因为全方的东西我都有 我马上就能做出来 只是做它很费劲 需要非常小心翼翼地去做 需要技师拿出很大的耐心 慢慢地去做 但是熟练的技师 其实考试你会啊 一会儿的事 一会儿的事 但是真的要做一大口牙的时候 很需要耐心 所以没有几个技师 愿意他下心来认认真地去帮你去做 但是这是一种最传统的方式 就是普通的好词 就可以做 当然刚才那个金箔技术以外 现在也有很多耐火材 有些牌 比如维他就有这种耐火材 把模型翻成这样 翻成这个螺谷模型 在上边直接考都可以 很多技师都会 大家不是可以问 你身边的加工厂 加工中心 他最好的技师 你问他会不会 我相信一般都会 只是他愿意拿出时间去做的事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以外 柱子行不行 当然也行 当然可以做 柱子你可能在柱的过程当中 不能控制到那么薄 但是柱出来以后 在模拟过去出来 也可以做 完全可以 开的看不行不行 很多人说开的看不行 怎么不行 如果说不行 该做就做嘛 没有什么任何不行的 只是它很薄 微妆贴面 无意味贴面 只是有可能需要做得很薄 薄到0.20.30.40 只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有一点费劲而已 只是有可能会 加工的时候碎了而已 只是粘的时候 有可能碎了而已 难度大一点 但并不是有多么大的基础 照来必须在 完全不是 谁想学都能学会 只是必须要精致 要精致 在制作过程当中 第一个盘列 第二个盘变形 有一些制作家中的一些流程功夫呢 你需要想到这些 这么去尽量避免它 但是没有技术避赖 没有 当然粘接也很重要 因为它特别透 障碍的效果 美观效果 和很多技术更相关 粘接过程当中 不能失利 否则可能就会碎 都是一些基础细节 没有避赖 这是昨天 昨天在座 二十位医生 看到了现场秀 我记得当时 哪位医生 我用了五分多钟的时间 去扫描 啪啪啪扫描了几张 然后做了设计 当我再次回到教室的时候 是哪位医生跟我说的一句话 我医生太深刻了 说刘老师你挣钱太容易了 对吧 是你跟我说的 你挣钱太容易了 就是 如意外提论 挣钱好像真的很容易 其实你只要通过了这个理念 其实太简单了 没有任何难度 你只要认识到缺陷 可不可以 适不适合 有没有苦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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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 通过了这个理念 一点也不难 微创无以为 一点也不难 但是 不难 它虽然不难 但它给病人带来的感受 那绝对是质的提升 绝对是质的提升 这就是我自己 十年前做漂白 做到这个效果 大家知道 当时我对漂白很满意 因为我觉得当时我不可能接受修复 就需要磨牙的这种事 我绝不可能接受 当时是这样 那么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我们牙齿颜色反弹很严重 很明显 我们牙变黑了 尤其是在我出国的时候 在国外的时候 我真的不敢张嘴 在一些所谓美学修复的这种场合 美学牙齿的场合 我不敢张嘴 你一看你中国来了 还做美学了 就这样 我不敢张嘴 看牙多狠 这是那个时候 第二年的时候 于是在13年的时候 我决定别我自己做 决定别我自己做 昨天就有很多医生说 你自己牙怎么做 我都说今天会讲 这是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8月30号的时候 那天我来自约了一个城口贴面 后来一定来必看 还得不行 去证金学了 没事干 你能给我自己干吗 那么这个 是我自己之前 对我自己的一种认识 我觉得 以前我自己去 真正给我自己去做呀 之前 对自己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识 那么在给自己做的时候 我也看看到这儿 看看 但是我其实并没有做更多的一些东西 没有做更多的东西 那我这里边想去派给大家 这个DSD这个理念 我每次站在这儿 我都会去讲DSD 我对它的认识 我觉得它特别好的一点 我特别特别认可的 非常非常认可的一点 就是它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理念 是离开微笑 虽然是数字化的微笑设计 但是第一步最核心的是离开微笑 不要就看在你的微笑上 就看在你的牙上 看这张嘴上 往后退一下 再退步 看看这个人 看看这个人 回到面部 回到这个人 我们就这样说 作为医生 我们要看到人 要看到整体 不能只看牙 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工作当中 经常就看牙 就看嘴 回来往后退步 看一下 其实我自己是有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非常不对称的人 我在前面 真的讲了点和对称的问题 人有几个对称的 我们在工作当中 天天在追求 牙齿纸要对称 牙齿纸要对称 这当然都要对称 那你这个人有几个对称的 根本就不对称 首先照不照分是不是正正 很照正 我很想照正 但是根本照不正 你让你笑一下 一笑肯定又来了 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正 那么我们在观察你 到底正不正正不正正 首先要把人摆正 那么这是DHD给我们的一个理念 在电脑里面先把人摆正再看 非常棒的理念 我觉得这个理念以前就有 但是从来没实施过 好 先在电脑里面把他摆正 摆正以后 然后找中线面部中线 面部中线画出来以后 再把这张嘴 我这时候再往前推一步 我再进入到你的嘴里边 再看你的嘴 这时候我看到你的这张嘴 相对于面部中线到底正还是不正 我再把它放大 然后再去腾脱转换成口内的照片 这样我可以看到你的牙齿曲线到底是对不对的 高度尺寸对称性和不合理 有没有不协调 这就是退回再往前走一步 把这个牙这张嘴和你整个这个人联系到一起 这种理念非常好 但是准确性在哪里 在我前面所讲的这几部《腾脱展》当中 准确性可以说百分之八十九十甚至一百相识 很少准确 很难准确 非常难 所以我对这个理念非常非常的好 是告诉我们要退一步 我们利用这种方式去观察一些东西 准确的 精确的东西不可能存在吧 存在的是一种感觉 所以这个牙 我的这个牙是不对称的 牙齿曲线是不对称 有高有低 有的地方是流转 摆正的应该相对这么样看才是可观的 这种感受是有的 但是精确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科学的认识 一个准确的认识 我们要这么去做 但是不要去离弃它的准确性 那么最终设计怎么样 我对于我的设计 其实是超过来模型 开始做牙型 但是我在这之前先做的一步 是把它扫到电堂里面 这就是我的原水模型 我就准备在我这个牙的状态之下直接做 因为我决定一点都不磨牙 我不会给我自己去磨牙的 然后做设计 这就是3D设计 我说的设计最重要的设计方式是3D设计 在模型上直接去做 那么这个设计很快 尤其是在不磨牙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想好不磨牙 这模型不能做任何处理 直接往上滴蜡去刮两圈就出来了 它就出来了 然后把这种蜡系统再扫到里面去 扫到电脑里面去 电脑咔咔一剪 每颗牙长成什么样就出来了 然后开始打磨 这个过程昨天很多医生看到 出来一个 那个磨第二的时候 我就开始调磨 抛光 然后在嘴里面试戴 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那么这个磨的流程也非常非常好 我失败完第一个 第二个正好出国 失败完第二个 第三个正好出国 那会中线牙摆在上面 那会中线牙摆在上面 到中午12点半 在医生前晚上 下午 李老师完事以后 帮我粘接 5点一刻开始粘 5点一刻的粘接的过程当中 5点半粘完就这样 这就是今天大家看到了我的牙齿 这个啊 我很晚 我很晚 我非常舒服 我觉得牙变了以后 非常非常非常好 这是一天从9点半到下午5点半 一天牙有变化 牙的人变化很大 去年7月份深圳有挺长 牙还是这么黑 9月份佛伦萨 牙已经白到了 闪亮了 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牙给人感觉太好了 其实牙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突然有点理解美国人的 牙白其实就挺重要的 我的牙再长成什么样 谁看得见 除非我给你们照片照片 否则有谁看得见 除非你是牙医 否则有谁那么去看 你的牙像成什么样 那从这样变成这样 到底怎么评价 到底怎么评价 这一次可以说 又一次陷入了纠结 又一次陷入了纠结 这一次我又是病人 又是医生 当我站在病人的角度的时候 绝对OK 太棒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 又舒服 又漂亮 太好 当我是医生的也好 我很乐观地去看待我这个乐队的时候 问题还是很多的 那么多问题 你为什么不处理一下 牙医高度也不一样 和牙医也不一样 不太对称 那个牙医牛股 你为什么都不处理就做 但是我身边的病人 我身边的所有的病人 都说 刘大夫你的牙真好 每次我看病人 看病人摘一个口罩 我跟他说两句话的时候 经常就会有病人一愣 刘大夫你的牙真好 我能不能也做到你这样 一百个牙 一百个牙 将近一百个牙 但是我身边的医生 也有将近一百个牙 这儿你的牙 甚至还能弄得更好一点 很纠结 非常纠结 我就在想 为什么在微创美学俩科的这种理念 已经这么普及情况下 还会有这么多的纠结 我就在想 是不是微创理念 其实还不太够 微创理念 我觉得 我的理解 就是追求的最主目标 是最大的美学改善 在同时用最小的厂商来获得 那么这个人的理念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通过各种的治疗 可能可以达到不停的效果 有很多种 它从一个起点 从不同的方案 会达到不同的效果 那么达到每一种效果 都有一种最微创的形式 比如说达到这条曲线 可能到这种治疗是最合适的 再往前 再增加治疗 再增加厂商 它几乎是平的 没有意义了 我按照微创理念 我应该选择这一点 但是如果我增加那种治疗形式 它能达到这儿 那我是不是应该增加 再增加厂商 再增加厂商 再增加厂商商 再增加厂商商 那最终我可能会选择那一条 那个点 我还是要达到最好的效果 在这个前提之下 尽量不太长商 这就是我理解的微创理念 或者说我觉得可能很多 艺术理解的微创理念 所以才会对我 我的雅不满 虽然有一百的人想做成我这样 不是雅和医生 但是也有很多医生会这样 我可以理解 我觉得这就是微创理念 就是微创理念 深入人心以后觉得你这不够完美 我还可以再做 但是其实在1943年就有人提出来了需求的分层 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 是有层次的 其实美食需求已经是一个高层次的需求了 那是每一个人都想达到最高的地球吗 不可否认最高的地球 很有可能需要有更大的上升来活力 那是每个人都需要 我就觉得我这样非常好 非常好 除了牙医们觉得不好 没有人觉得不好 我已经非常好 当我就是一个自己 我不是牙医的时候 我觉得我牙非常棒 非常好 非常舒服 那么为什么 就是只有医生不能接受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纠结 其实我们经常生活在一种纠结当中 这种纠结不仅仅是这样的 还包括我们患者和我们其他方面一起纠结 那么我们何必再去数据一些壁来呢 本来健康和功能已经很大的风险 何必再数一个美学方向 何必让自己却处理它 医生和病人之间 到底应该是有什么关系 是水与火的冲突关系 还是应该如何的关系 我们是应该把自己的观念 把我的追求加强加给病人 还是我要去理解病人 我的追求 我是一个美身修复的专家 我的追求就是达到最好的效果 达到我拿出最后一张治疗效果的照片 我想所有人看都是非常棒 这是刘老师的作品 这是我的追求 有几个病人有这种追求 有几个人有 如果我就为了达到我的这种追求 我强加给每一个我的病人最好的效果 我是道德的吗 我觉得是不对的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我的理念 从悲创再次提升 让它舒适 这种舒适 是让每个患者更舒适 同时也是让我们自己更舒适 在尽可能舒适前提之下 达到患者的需要的维持要求 我们作为医生 最重要的 首先我们要理解 病人要的是哪条曲线 他想要的是哪条曲线 他想要最高的一百分 我就做一百分给你看 他如果想要八十分 我就给你八十分 让你高高兴兴 我最多给你八十二分 八十五分 就让你高高兴兴 舒适不服的 但我不会给你一个 让你觉得痛苦的一百分 我必须要先0% 你要什么 我很有可能会做这条曲线 因为病人要的就是这条曲线 最舒适的前提之下 达到这条曲线 这就是舒适的医生压科 那么舒适的医生压科 和微状的医生压科之间 什么关系 我觉得是之后的关系 完全不矛盾 没有任何矛盾 只是更进一步 必须在微状里面 深入人心以后 才有可能挺舒适 微状的各种方式 各种办法 各种手段 你都很明白 都已经开始掌握了 这个时候再更多地 考虑一些社会的人文的 心理的东西 调整一下心态 这就是舒适 如果没有微状 就没有舒适 微状完全深入人心以后 可以提舒适的医生压科 那么这个理念 就是我的这个理念 舒适的医生压科 CCD 就是一种融合 一种交融 医生跟患者之间的融合 一种交融 美学和功能之间的一种融合和交融 医生的需求 患者的需求 医生的能力 病人的要求 都要结合一切 定义就是 在充分了解患者对于治疗的美学需求和舒适需求 这是首要的 你首先要去了解这些 然后去确定合理的治疗目标 制定适当的治疗方案 然后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设备细节和材料 这里边我很强调首先是技术手段 然后是设备器材材料 我很想打破很多壁垒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的思想 人的想法 你想做什么 然后就通过合适的东西去帮我实现 而不想去树立太多的技术的壁垒的东西 我希望好东西有更多的人去理解 去使用 去掌握 然后核心里面是在 是尽可能的保证治疗当中的舒适性 这个舒适是最最最穷的 最最最最穷的东西 治疗目标首先是功能 首先是合理的健康的功能 然后才是美学 患者要求美学 当然在这个顾问当中 除了让患者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也可以同时使我们的医护人们 获得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舒适是双方面 是两方面的 那么尽可能的保证治疗中的舒适 这是我的理解 那我这个图标 我的这个logo 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放下心中的纠结 让医患能够故障 那么我们一起去创造舒适和美丽 去找我们这个行业的光影和未来 那我觉得有了这种认识 将来还会有很多很多提高的空间 很多很多提高的空间 比如这两天 我们马上会带来一些课程 比如包括看一看 这种数字化的治疗诊断 比如包括 吴玉贝天人 明天我们请来的woman 这位医生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医生 她所做的无贝亚天人 我觉得是惊为天人的感觉 而且也是我亲眼看到她做了那些病例以后 才让我的很多东西突然开窍了 非常非常棒 当然如果能把这两方面结合到一起 我觉得当然都更完美了 你开了开这种无贝亚天人 你当时就看到太棒了 激光也非常非常重要 激光病人的舒适程度 我觉得激光牙科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 可以说疫情到来 十年前如果说激光 我说太早 五年前我说还是有点早 三年前我说早一点点 我说现在正当时马上进入 CT 一会儿马上张学院老师给大家带来CT 所以很多很多的诊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只有一个很准确的诊断 才有机会带来最舒适的治疗 那么这里边也会提到这个相机 因为最近在微信里边我也提过这个相机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相机 有很多人说这相机真的那么好吗 我说没那么好 你要说你已经单反照得特别棒了 你的单反器材特别好 拿出去就让特别照 但是你根本不用考虑它 没必要 什么人需要考虑它 有相机不会用 因为怕不会用 根本不买相机 有了相机也照不好 就是它 它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 甚至百分之百的单反的功能 唯一不同的就是简单 就是方便 就是让你舒服 我天天低的是它现在 我喜欢它 它东西不能说比单反更好 绝不能这么说 但是它够重了 绝对够重 而且很舒服 你拍一拍 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很好 那么如果你有相机照不太好 或者根本就懒得去照 拿下这个相机 会让你觉得照相很简单 我现在很喜欢简单而舒服的东西 而且它理念我觉得太棒了 我觉得它就是给我设计的 我以前一直在讲 谁会照这张照片 你一定是听我讲的 我曾经这么说 笔色的时候要用灰背景 把所有红色的东西挡去 但其实牙医不能挡住 它能自动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太聪明了 就是为我设计的 也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但我觉得从1994年到2014年 这20年间 我自己的思想 其实就像在这样一个旋转逻辑上 一直在转来转去 但每转一圈 似乎是提升了一点点 似乎在提升一点点 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原地谈 但我觉得还是在提升一点点 一直要提升到今天2014年 舒适美学和在我的脑子里面 正式的证据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场合 是我第一次最正式的 把舒适美学和在里面带出来 虽然在此之前 在全国讲 舒适美学和在里面 已经有20多次了 但今天是最习统的一起 我也希望它成为 在2014年 舒适美学和在里面的 最正式的发布 那么在将来 大家如果还想关注更多的信息 包括我们本整培育中心的信息 还有我个人的一些信息 欢迎大家关注 各人的一些信息 那么今天我带给大家 就是这些内容 谢谢 好 那咱们休…